大家好,今天就是回来秋冬这一季的主要讲 人认识自己,一些内在的一些关系和一些那个中药的一些知识 因为上一季春夏讲了针灸,咱们则会来讲中药 那先开始呢,我还是讲一些从历史发展角度一些比较各个学科 他有些什么综合的一些看法,各种不同的认识 然后呢,穿插的讲一些中医的一些知识 然后我们可以有点比较,有点关联 从这个角度讲也是蛮有趣的 那今天讲的一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书 是把这个人从内分泌,这个主要的dominate的类型 它来分成肾上线型,甲状线型的脑垂体型 然后就是穿插一些讲一下内分泌的这个发展史好了 那么这个内分泌虽然在古老的时候啊 就是很早的年代人们就知道说割掉一些什么器官 它会影响一些什么 比如说你,对吧,阉割就是性的那个 稿丸消失以后那攻击的机关它会这个萎缩吧 所以就是这个从内在的到外在的这个影响 模模模模模会有认识 但一直到建立现代的内分泌科学 也是18几几年以后,1850年到1900年那种年代 刚刚萌芽,然后才慢慢应用 最后到生物化学的发展,那就是现在的发展会很快 它认识的会更清楚 但是这个复杂程度也是大家就发现了 就是越来越复杂 然后大家知道这些内科的疾病啊 这些前前后的影响,对吧 很像不孕症,你这个脑脑垂体 然后到这个性腺,到这个暖巢这边的关联 各种激素的那个关系 就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中医以前的复科是怎么治的 用的什么药啊什么 现在会对肌理会更清楚 那人的话整体大体的这几个 这个图上画的这些内分泌的腺体 就像肾上腺中医讲那个肾 中医不是讲那个五脏 讲的肾,它就包含了这个肾上腺的功能 所以就不光是纯肾脏 所以当时也上一讲也讲过的 这个我们就看他们的这个研究方法呢 西医比较就是观察疾病啊 腺体肿瘤以后 你看甲状腺肿肿大以后又发生什么呀 就是来看这些外在的表现 从内到外的一个表现 然后他们还会做实验啊 就是说那个给人和动物 就是一个像切除器官的实验啊 和打激素的实验啊等等的 现代的人不是也开始有变性的手术 那变性人也会打反方向的那个激素嘛 球阴激素,磁性激素 然后这样子它也会发生确切的 就是一个同一个人它会发生变化 这些都是比较有实验科学支持的 那应用方面呢 肯定是就是对一个疾病 对这个人体这个医患疾病啊 防治啊这些都是有考虑的 并且饮食啊养生啊 以及好多这个分型 他们会用到那个减肥上 就说你这样的人大概会就是爱吃淀粉怎么样 然后另一些人爱吃肉 然后你怎么减肥这个饮食的指导等等 那中医呢在跟西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很重视这个双向调节 就是像针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是双向调节 然后一个平缓调节就是中药的用药 也是有激素的调节 但是它相对来说比那个西药要平缓一些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不孕 那个做IVF要促卵 这些时候是打西药的针 那个效果好不好 你看有时候吹出来 很多个卵子如果发育的不好 那其实都失败了 那你用中药啊 用别的方法针灸去调啊 你是平缓的一个条件 虽然慢一点 不是立马就怎么样吹出多少 但是它反而可能安全 然后更最后成功 对吧 这个是要追求的最后了效 看过朋友圈呢 知道上个礼拜刚刚就是发了一个这个圈 就是个Awakening这个电影 我也就是撞到了Amazon Prime上有这个电影 就是这个Robert演一个病人 他这种病人叫Kentatonic 就是翻成一个木江人 他就是基本上他也不是那种植物人 碎死了的那种 不醒来的那种人 他还睁着眼 他还坐在那儿 他就在那儿待在那儿 或怎么样 那他没啥反应 然后你刚才说话什么的 你都不知道他听到没有或怎么样 他就是没反应的那种 这个Robin Williams演一个这个Dr. Malcolm Sayer 这是个真人啊 True Story 所以他当时也不是个临床的医生 但是他跑去了这个 这个像疗养院医院一样的这个地方 集中了很多像这样的 介乎于就是病人啊 或者精神病人啊 那一个层面的人 就几乎全部要人料理 要God 要护士 全部包全了的那种料理的 然后他呢 就因为他以前是做研究出身的 所以他就是观察很仔细 然后他慢慢的就发现了一些 这些病人有 还有那个反射反应 就是丢一个球给他 那个病人看上去很呆的样子啊 丢一个球网球给他 他蹬了一下抓住 就是你知道他是活着的 他只是说他的脑子不工作了 他怎么不工作了 当时人们都不知道嘛 这是一个六几年 七几年那个事情嘛 那个时候就 有发现了那个Parkinson症 在吃那个L-Dopa这个药 所以呢 他就是发现就是 他觉得这种木江人 可能是比Parkinson症还要重的多的多的人 对吧 这个症状重的多 然后他就想要去 用L-Dopa去治他们 所以这个电影里当时有一个 一个细节 就是他征求第一个病人 要去吃这个L-Dopa的这个意见 这个人就是这个 Robert演的这个人嘛 他的妈妈是个老太太 然后他就这个Dr. Sayre 他就跟老太太说 我们想给他用这个药去试一下 然后他妈问这个药会起什么作用 他就很诚实说不知道 对吧 会有什么副作用 什么的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妈妈就是 还是相信啊 就是试图去 因为他的儿子从十几岁开始就 突然就像就进到这个 一个自己的世界去了 就出不来就没有了 就好像活着的一个死人一样 所以他妈妈也是非常想要他有改变嘛 就是冒着风险 也就签了同意书 他们就用 用量一开始怎么样 多少克 好克 然后增加 没用增加 后来突然有一次 就是用到了一定的量以后 他就醒过来了 他真的是还比较正常了 一段时间 大概有个电影里 好像印象是大概两三个月的那种功夫 他都已经能够说话 走路各种就是正常了 但是后来呢 又有一些波折呢 他们同时在这个第一个病人成功以后 又去给一个别的病人用 当时也有很多都有反应都还不错 但是后来的反正他最后还是有波折 就是他又回去了 你再给他用药也不行 他就又回到了他那个 那个那个以前那个萎靡的状态去了 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呢 只是触发了一个一个这个研究吧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做这个内分泌的研究是 风险还真是蛮高的 因为有点探索这种脑子里的东西啊 生理身体生理最重要的东西啊 你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吗 虽然看上去有效 好像又又过头了又没效了等等 这种情况也比较 这跟实际临床中的情况是很像的 你知道这个激素能怎么样 但是你用多了又会就是更糟啊 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妙难调的 所以内分泌的病 咱们内科的病会讲了多少全部基本上都是他 那你怎么把它调到非常好 这个事情就就是一个难点 这个Dr.Henry Beeler这个书 我在最开始讲那个养生的饮食的时候 讲过一点 就是说他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吃西药 怎么样治病的时候 比如说你怎么现在也是一样嘛 你高血脂了你就吃高血脂的药啊等等的 他是一个比较西医出身 但是又非常想去用自然疗法 他观察病人就是非常细微 所以他的书里面才提到下面几个 讲的这个所谓内分泌分型啊这些 他就观察到这些 然后觉得这些饮食是大量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饮食会影响你的这个内分泌 你的健康这是一定的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我们中医也是这样子的建议 就是尽量尽量的先把这个饮食调到一个最佳状态 然后需要中药去推动一下治疗一下 针灸推动一下也是这种推动力 然后最后还是要你的身体 在一个正轨上 他自己主导的自己是在一个健康的一个轨道上在跑 这个比说一直要用一个什么药物去维持 这个思路是要更高明的 实践上也是更好的 你看这个Eldopa这个也是他维持不住啊 最后是吧 所以就是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他看到的这三个形 这个肾上腺形就是偏肌肉发达 血液循环好 他体温会高 他会手脚是热的 消化也好 胃口好 长得壮了 这个呢 他的描述是具体描述是 比如说毛发浓密啊 嘴唇都是丰满红润啊 舌宽厚啊 这个跟我们中医里头讲那个火形的有点像 就是讲肾阳比较足等 那还有一个描述这个身体的说是脖子短啊 上身宽厚四肢短这种 这有点跟我们那个土形的人有点像 就是有点圆圆的那种 那种也是壮的人 所以总体的这个形式比较强壮的人 因为那身上现足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干工作不累啊 各种经历好的这样子的人 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简化的一个形象吧 好 这个甲状腺的形的人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dominate 甲状腺这个腎上腺我们都有是吧 只是每个人分泌的量怎么样 他就说如果你这个强了的话呢 有些人他会是这种敏感神经质的 然后代谢快的 他也可能疲劳 一疲劳的 他因为就是也会有精力 他会有精力 但是干一会儿事 他又疲劳了 他就会上下的 然后这个描述呢 如果说是毛发细啊 五官柔美的 大眼睛的呀 这种有点像我们那个 你说的脖子长 胸背薄 四肢修长的这个形 有点像中医说的木形人 就是属木的 但是也不是完完全全啊 但是只能说这个有点关联 看上去 所以就说单纯的这种 用一个什么这种代号说 你是什么型的人 这种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的那个什么治疗的意义 临床上只是说 你大概知道你是个什么体质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尤其也没有人是单纯的 总是百分之多少是这样子 百分之多少是那样子的 有可能你就是 比如说三个型人 你要打分的话 就会就会 你哪个占多少 大概就要混合 每个人大概就出了一个混合笔 这个甲状性人的这个画像 有点肚子大胖这样子 它是一个网站 他画的就是说要减肥的类型的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型人 怎么减肥什么的 所以就是有点夸张 因为还是画胖了一点 因为甲状性型的人 很可能是瘦 最后就是这个脑垂体型 那个毕勒医生呢 他也没有描画的很清楚 因为这个其实其实分型啊 所有这种以一个粗糙的模型 去描述这个人类的都是 一定会都撞到这个情况 因为是说不清楚 对吧 因为那分的这个很多 那个那个这个叫什么特征 你把它往哪里分啊什么的 你看各种影响都在一起 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身上线型的人 会是那种干体力活的呀 那种他就是脑力不够的 这种脑垂体型 他用这个词来描述 其实脑垂体分泌很多很多东西 对吧 就不可能说只有一种 所以他他大概是用这个词来说 是这种用脑型的 比较偏 有些网站上说是亚洲人 偏这种型的 因为亚洲人好多是偏 可能进化选择 就是没有那么 那个那个 又偏向于那个那个体力好的人 对吧 就是喜欢那个 那个脑子聪明的 然后就这个社会上成功的这种 就选择出来这样子 后来呢 因为这个又过了那么多年 后来这些 性激素发现这些type啊 这个因素 他们有些人把它补齐 这是另外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类别的 他就补齐说 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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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他又说是大概是个 我们离子型的嘛 就是说会下面胖的 下面宽胖一点的 这个两个 我也就是放在这里做reference 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我们只是看一下 基本上这有些应用 就是用来减肥的 告诉你怎么吃 对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这个流派讲那个天道饮食 就不用特别特别具体去分 你是哪个 那个内分力型怎么样 你该怎么吃 总体的原则怎么吃 然后你再按自己的那个 口味啊 喜好啊 习惯啊 你再去 就是画财一下就好了 所以就是 其实也没有搞得那么复杂 对吧 这个倒是那个 中医的那个书里头是 这样子 黄帝内经灵书篇里面的 阴阳二十五人 他是这样分的 就是 就是金木水火土嘛 这样分了个五星 然后呢 里面他又把这个木行人 再分二十五 就再分那个五等 然后怎么样 那个细节就特别细 特别细了 但是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是看了网上有些这个 诠释好 我要把它安一个典型人物的话 那木行人他们会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 他有一点道理也不是完全了 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说会是 哎 这种修长一点的啊 然后这种 有才的又有点多优的 哎 你看是不是跟刚才讲的那个那个身上线的有点 那个跟那个甲状线的有点像的嘛 然后这个火行人 我实在是找不出来一个人了 这就是这个孙悟空了 因为他这个描述啊 什么走路还摇啊 什么的 这个脸色偏红一点呢 哎 这个有点像他是 土行人当时很经典 很就是一般人见到很多是 这种圆圆的 呃 就是脖子短短的 然后这种比较胖吧 算是比较 身体比较比较 壮实 然后他这 就是中国的书就是麻烦在这里 为什么老是 中医黑就在那说 哎呀你都拿 阴阳 阴阳啊 五行啊 这些看病的人完全不科学啊 这么太古老了 怎么就捡那些是吧 因为他那古老的东西里头 你看他连 这个人是 什么性格也安在里头了 这些东西就完全就是看像啊 就是那些都是在一起的 从源头上是在一起的 你说有道理吧 也有一点 但是也不能拿这个去 就是统一的去去去 就严格去判断了什么 所以也就是看看啊 对 然后金型人会是一个脸色比较 嗯 白的 白脸的 然后呢 他比较 他说起来就是这个性格是比较 比较 汉的 比较那个严肃啊 比较怎么样厉害的 这种 然后他的那个 呃 这个水行人举的例子是那个 曹操 这个曹操就是脸黑嘛 以前说这种 然后里头还一堆坏话 因为确实那个水行人有些 呃 好 那他主要讲的这个这一篇里头 他还讲了一个观察呢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 不是说看这个分情有多大的意义 而是说整个这个医学的发展 我是觉得 哎 你看他那股文里他讲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哎 他会这些东西反而是越实际的东西 还是蛮有借鉴意义的 他去观察 那眉毛长得好的人 他说逐太阳之脉气血多 对吧 如果眉毛稀疏的人又怎么样 就是气血少 然后其他你还有长那个胡须 对吧 胸部还有胸毛 腿部腿毛 他就是观察你这些毛长到哪里了 他就会还是就是 就是就是血气的问题 对吧 你皮肤 你的肌肤 那个肌肉 肥肉 对吧 还有那个骨头 这些 你都会都会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强处在哪里 对吧 他的长处在哪里 血气 有余还是不足等等的 一般来说还是瘦的人会气血不足嘛 然后皮肤光泽也会少 所以就是就是整体的这个发展 不管是中国的古时候 还是那个西方的近代 这两百年几百年 就是在观察这个疾病啊 这个再去做实验啊 再去得到一些结论 一步一步的进展 就是最后大家会把这个知识都叠加起来 还会一定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picture 这个就是那个偏中医类的 如果五五那个五行的中医的指导的时候 他跟那个五脏的理论这个挂起来以后 就有很多还真的是你自己去细想想啊 因为我不会全部讲 就是讲这个他他这个饮食的 比如说你苦味的就是入腥了 腥味的入肺了 就是我们中药的味道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会有些哪些药酸的药入肝的了 然后甜味的药入皮的了 咸味的药入肾的了 这样子的 然后注意到这些 就是这个人的情质的问题啊 就是会会就是这种和这个症状 说武器会爱气啊咳嗽啊 还有一些这个吞酸啊 喝歉啊这些事情对吧 就是就是基于一个一个观察 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基于一个观察 然后就是有一些 以前讲的那个也是 就是酒市伤血啊 酒卧伤气啊 酒行伤经啊这些 就是你的生理跟你这个 他的这个五行的一个对应 他五行他他他不光是一个这个 他你可以把理解成一个simple啊 不是说你这个人身上一团火了 人是一块金了 他是一个simple 就是这个像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喻的一个一个一个类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归在一起呢 就是更好去找规律 然后更好去去平衡 去去去治疗去应对 就是这个整体的逻辑思维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是模模糊糊的 但是呢又是有一些规则的 就在这个之间呢 再用具体的治疗学再去补足 对吧 最后用方计啊什么 后面我的七八讲 都是讲那些具体的东西 前面只是先看看原有 就是由那个源头的来由 这些东西一定是人的知识和这个应用 一定是逐渐发挥的嘛 就是一定是补充起的 所以去批评这个古时候的2000年前 5000年前的东西没有道理 你有时候反过来想想 你还会惊叹于 他们那么早就知道一些东西了 你像那个中医的话 那个唐朝就在用那个 纸盒车就是胎盘来制药 胎盘里面有很多技术啊 就是生长的新技术啊等等的 所以现在的中国至少还是呢 就是补兴症还会用这个药嘛 还是很有效啊 就是这个这个 以前的一些朴素的尝试 一直到现在还是用的 你就觉得很惊讶的其实 对 好 今天讲的 差不多就在这 那个妇科和三高啊 这个就是完全是中医的内分泌的 这些治疗的 我们比较拿手 就可以咨询一下到时候 就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